病从口入大家都了解这句话的意思 但有时候我们忍不住 因为太微微的东西多数对身体都不是那么好的 但我们就算不在街外吃自己是炮制的时候 我们买的材料回来也会隐藏很多毒素 所以现在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毒素是从哪里来的 其实我们买入的菜蔬菜果类食物类都含有很多毒素 那是哪些类呢?首先就是蔬果类 第二就是畜牧类 第三就是海产类 第四原来食物里面有添加剂 第五类就是基因改造 现在逐一类跟大家分析一下它有什么毒素在里面 那我们就可以预防将来我们避免这毒素进入我们的身体 首先那蔬果类的毒素呢 就是因为它要生长的时候 很多时候它有些化肥加进去令它快些生长 收成多些赚来赚多些钱 而且它可以令外形看上来更漂亮 而且农药它也会加 就是去除危害这些生长物的毒虫 不用被它去咬了那些食物 而且它们会加些除草剂 因为会有些杂草在旁边生出来 那些草就会抢走这些生物的需要的主要的养分 所以这些这样的那么多种的花肥啊 除草剂啊农药呢 就会令到这个农作物看上来 样子更漂亮 又可以保存它的时间更长 但是模型中这些毒素呢 当我们吃了的时候就在我们身体里面了 那其实这个消酸盐就是隐藏在这个蔬果里面 一旦我们身体呢是摄取过多的时候呢 它就会和身体的蛋白质代謝物呢 氨化合物呢就结成为一个叫做 亚硝酸氨 这个物质呢就是引发癌症的重要因素了 第二大类呢就是养殖类的毒素 这个养殖是包括那些水产啊 粗业啊加禽业的繁殖场的 那么多数它们呢是高密度的繁殖 因为一来地方小了 那么它们是逼逼劫劫的 那么为了提高一些的生活率 和它们长得肥一点呢 很多时候它们会注射一些 类抗生素 如果它们超乎了政府规定的用量的时候呢 就会令到这些这样的水产啊 加速加禽的身体里面呢 是积除了过量的毒素 如果人吃了之后呢 就会增加肝脏、肾脏、排毒的负担 那么如果肝脏的功能是不好的话呢 是很难将这些毒素全部排出体外的 那么长期积聚下来呢 就会令到我们身体里面的消化系统里面的益生菌 被杀死 破坏我们身体里面的生态平衡 就伤害到我们身体的器官 出现不良的贫血 惡心 甚至呢 是严重到有昏迷的症状的 第三呢就是海产类了 因为很多工厂呢 它将它的废水啊 或者是医院里面啊 或者是其他的 那些屠宰场里面的污水啊 它没有经处理好呢 而把它排入是那个自然水域呢 就令到这些海产类 就会含有各种的病毒 细菌寄生虫 那自然呢 如果人体吃了之后 自然呢 这些就会影响我们身体里面的消化系统和免疫系统 第四类就是食品添加剂的毒素了 为了在延长食品的保存期呢 增加它的颜色呢 很多的食品呢 都会有加工加这些添加剂下去的 早期的添加剂是天然成分了 但现时很难说了 因为很多的黑心伤人 它真的用了一些不合规格的添加剂 或者过量 那么我们长久吃了下去呢 当然令到我们身体有的毒素 身体有各种毛病就会出现了 第五种呢 就是基因改造食物的毒素了 一般来说呢 基因改造后的食品呢 它的抗药性 营养素含量都会增加了 它的成长亦变得快 收成快 当然是赚得多些钱 但是它就违背了自然生态的平衡 是容易引发这些过敏的 引致食物的营养素都改变了 那么基因改造的食品安全测试呢 这个不足的问题呢 是很严重的 所以很多时候呢 见到基因改造的食物呢 大家都会却步 那么以上这几种呢 都是我们会容易得到毒素的食品来源 那么大家呢 要怎样去面对呢 那么我下次呢 又会为大家 逐一逐一去拆解它 每一样 如何去选择呢 如何去避免呢 那你就要留意我的 继续上传了